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里云与CNCF官方共同推出的语言生技术公开课 我是张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第一堂语言生课 在本节中,我主要会为大家讲述如下三个内容 第一,语言生技术发展历程 第二,课程简介与预备知识 第三,语言生的定义与技术要点 希望给大家回答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学习和开设这门课 第二,这门课到底教什么 第三,当然是语言生的最核心内容 所以首先,我们来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讲起 说起语言生,大家可能不是特别陌生 比如说像CNCF,像语言生这样的关键词 都是现在比较热的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这样一个技术并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玩意儿 大概在2004年到07年的时候 Google就已经开始在那一部大规模的使用容器技术了 当时它主要使用的是CGOOPS技术 所以在08年的时候 Google也把CGOOPS合并到了Linux那盒主干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术基础 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Docker项目才正式发布了 有了Docker之后,14年的时候 CGOOPS项目也发布了 当然这样的一个原因也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容器,Docker 我们就需要一个方式能够去方便的 快速的 优雅的去管理这些海岸的容器 所以这也是CGOOPS项目发布的初衷 而在Google和Red Hat发布了CGOOPS之后 这个项目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快的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还是Google、Red Hat加上了像微软等等这些 大的云计算厂商和开源公司 他们共同牵头成立了CNCF原生基金会 当时大概是有22个创始会员 并且Kubernetes成为了当时第一个CNCF托管的开源项目 而CNCF后面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非常迅猛 17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170个成员和14个基金会项目 而到了2018年CNCF成立三周年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了195个成员 19个基金会项目和11个固化项目 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整个云计算领域里都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说我们现今在讨论的这个云延伸技术生态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庞大的东西的一个集合 我们大家都知道CNCF有一个叫做Landscape的这样一个图片 或者叫做云延伸全景图 在这个全景图里已经有200多个项目和产品了 而这个图也是相当于CNCF它定义了哪些产品和项目 它认为跟CNCF的云延伸领域所契合或有关联的这样一些事情 所以以这个全景图为背景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 我们今天谈论的云延伸实际上在谈论的是第一 我们其实在谈论的是云延伸基金会就是CNCF 第二我们也在谈论的是云延伸技术社区 这个社区比如说像CNCF它现在已经托管的20多个正式项目 其实已经共同构成了现代云计算生态的基石 其中像Kubernetes这样的项目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第四个活跃的开源项目 当然了我们谈论云延伸实际上也在谈论的是这个技术产业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公共云厂商都已经支持了Kubernetes 还有成百上千家技术创业公司也在不断时去投入这样的一个技术战 我们知道现在阿里也在谈全面上云 并且上云也要上云圆生 也是同样的在投资这样的云圆生技术的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在2019年 我们实际上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关键节点 我们这边不妨简单梳理一下 我们从2013年Docker项目发布开始说起 Docker项目的发布其实它的意义是这样的 它使得一个全操作系统语意的沙盒技术唾手可得 使用户能够更好的更完整地打包自己的应用 这对于传统的PaaS产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降维打击 但是使开发者有了真正能够运行的最小的可运行单位 而2014年Kubernetes项目发布 它的意义在于其相当于是Google 把Borg Omega这样的内部系统的思想 借助开源社区重生 并且提出了像容器设计模式这样的思想 可是为什么Google会选择开源 Kubernetes而不是做一个比如说把Borg开源 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像Borg这样的系统它太过于复杂了 也包括Omega这样的系统 它这样的东西很难去给外面的人去直接使用 但是像Borg Omega里面这样的四级思想 是完全可以通过Kubernetes项目来去让大家去接触到 让你影响大家的这个想法 所以这是当时开源Kubernetes的一个背景 而有了Kubernetes之后 从15年到16年 大致是一个容器编排三国争霸的这样一个阶段 当时包括Docker Swarm 包括Methos和Kubernetes 都在容器编排领域开始绝逐 他们竞争的原因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Docker本身或者容器本身虽然价值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要让它真正产生商业价值 产生云的价值 那么你一定要在编排上面有一个位置 而Kubernetes项目相比于Docker Swarm 或者Methos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在于 它的生态和技术都是比较强的 相比之下 Swarm是一个偏生态的项目 而Methos是一个技术更强的一个项目 但Kubernetes是有两者的优势为一体 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 Kubernetes项目从这样的三国争霸的局面 可以说是胜出了 成为了当时也许包括现在容器编排的一个事实标准 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在17年时候 Docker公司宣布在核心产品里 Docker一亿Docker企业版里内置了Kubernetes服务 并且Swarm项目也慢慢停止了维护 这里的原因刚刚也已经提到了 而到了2018年的时候 是云原生技术理念开始逐步萌芽的一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Kubernetes和容器都已经成为了所有云产商的既定标准 而以云微核心的软件研发思想内也在这一年逐渐形成了 而到了2019年又是怎样一个态势呢 为什么说2019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呢 云在于这也 我们认为2019年是云原生技术的普及原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年呢 阿里巴巴宣布要全面上云 并且上云就上云原生 我们还可以看到 以云为核心的软件引发思想 正逐步成为所有开发者的一个默认选项 对我们设计和实现一个软件都会想 我的这个东西将来都是要跑在云上面的 而第三呢 像Kubernetes等云原生技能呢 已成为了技术人员的必修课 我们可以看到 大量的工作岗位正在涌现 最后一个我们也会发现 现在我们再说 我会Kubernetes已经远远不够了 我们希望找到更多的人去懂Kubernetes 会懂会做云原生架构 它这样的重要性才会日益凸显 这跟我们之前谈论容器 谈论Kubernetes的话题的层次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2019年开始 云原生技术将会大规模普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 一定要开始去学习和投资 云原生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趋势所在呢 我们也会开设这样一个云原生技术公开课 这样的一个公开课 它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云原生公开课的教学大纲 这是第一期 第一期主要是以容器和Kubernetes为核心的 在后面几期呢 我们会陆续上线Service Mesh Service等这样的课程 而在这一期呢 我们的设计方式大概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基础部分 我们用紫色的部分来标示 第二部分呢 是进阶部分 我们用蓝色的部分去标示 总共呢 这两部分加起来 我们有17个知识点 我们希望讲课的这样一个路径呢 是第一 能够帮你夯实基础 把基础先讲明白 第二 对于更高级的一些内容呢 我们会做详细的 代码级别的深入剖析 所以呢 希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 来帮助你去学习云原生技术 第二 我们在每一个课程后面 都有一个 一套课后自测题 希望能够通过 课后理论知识的评测 以测试题的方式 来帮助你去总结这样的知识点 来帮助你去打造 属于自己的云原生知识体系 第三 在每个知识点背后 我们都设计了一个 第三 在每一个知识点背后 我们都设计了一个云端实践 因为所谓实践出真知 你学习计算机相关的东西 还是要上手操作才可以 所以我们在每个知识点背后 每个知识点后面 都附送了一个云端实践环节 并且讲师会提供详细的实践步骤 并且在这个领域 阿里云提供了一个赞助 他会随堂赠送定量的阿里云代听券 来帮助你去更好地在云上 去实践这些内容 这三个部分 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 阿里云和CNCF联合推出的 公开课的教学内容 而在授课方面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堂课 是在2019年4月第三周上线的 此后我们会每周更新一课 有些比较重要 或者比较东西内容比较多的知识点 我们会每周更新两次 总共是有25个课时 并且前面提到 每节课后都会有课后自测 并且每个知识点后面会有云端实践 这都是我们提前设计好的内容 而在讲师部分 也是我们比较引以为傲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有像CNCF社区里面 像ETCD Cubernet项目的资深成员和Maintainer 来给大家讲解对应的知识 并且我们的讲师也主要来自于 阿里云容器平台团队的专家级工程师 同时我们也会邀请 整个云人生社区里面的资深专家 和外部讲师 来给大家去讲解某些内容 所以你们会看到 在于我们的课堂里面 也会有不定期的大咖直播 课程答疑和陆地时间案例 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 来给大家呈现一个最完整 最权威 最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云人生技术公开课 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OK 我现在想要学习云人生技术知识 但是我需要有哪些预备知识呢 我们认为大概有这样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Linux操作系统 这里主要是一些通识性的基础 比如说我们如果看过这个鸟哥的第一本书 可能就足够了 最好是能够有在Linux环境下开发的经验 然后第二个当然还是计算机和程序设计的基础 这个大概是到入门工程师 或者是说高年级本科生水平就足够了 第三是容器的使用基础 这里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Docker的 比如说Docker容器的简单使用经验 比如说Docker Run或者Docker Build 最好有Docker化应用开发的经验 这一部分可以参考Docker官方文档的part2部分就足够了 我们在课程里面也有容器基础部分 会给大家继续讲解这部分知识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那么第三个话题是到底什么是余缘生 余缘生该怎么去落地 这也是我们本节也是整个课程的一个核心内容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余缘生 实际上余缘生我们认为是一条最佳路径 或者说是一种最佳实践 那么它是怎样的一条路径呢 它为用户制定了这样一条 低心智负担的敏捷的 能够以可扩展可复制的方式 最大化利用云的能力 发挥云的价值的一条最佳路径 所以说像云缘生 它其实是一套指导你去对软件进行架构和设计的一套思想 按照这样的思想去做出来的软件 它能够第一天然的生在云上 长在云上 第二能够更最大化的发挥云的能力 能够让你的这个软件 跟云有机的集成在一起 发挥出云的最大价值 这是云缘生最核心的思想 所以说云缘生它所描绘的愿景就是认为 在未来软件从诞生起就生在云上 长在云上 并且大家要去追寻的是一套全新的软件开发 发布和运维模式 使得你的软件能够最大化的发挥云的能力 这里就是云缘生的一个最完整的定义 所以到这一部分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强调容器技术只有革命性 这其实跟集装箱技术的革命性是非常类似的 容器技术使我们的应用 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自包含的一种定义方式 所以你的应用才能够有敏捷的 可扩展可复制的方式发布在云上 发挥出云的能力 这就是容器技术为什么对云计算 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容器技术 是云原生技术的一个核心底盘 或者说基础技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在 这也是容力 所以说这也是云原生跟容器的关系 另外我们谈到了云原生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技术范畴 比如说第一 云用的定义与开发流程 包括我们怎么去定义一个云上的应用 怎么去配置CICD 它的CICD流程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应用所需要的消息 Streaming 数据库 又是怎么去实现的 这都是属于云原生的应用定义与开发流程 第二是云用的编排管理流程 这也是Kubernetes比较关注的一个部分 包括像应用编排调度 服务发现治理 远程调用 BPI网关 也包括我们在谈的service mesh 都属于怎么去在云上编排管理应用的这样一个范畴 第三是监控和可观测性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比如说像云上的东西 云上的应用怎么去做监控 怎么去做日志收集 怎么去tracing 怎么去在云上对应用去做破坏性测试 像Kaos Monkey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混沌工程的概念 第四是云原生的底层技术 第四是云原生的底层技术 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容器本身 也包括云原生的存储和网络技术 都是支撑整个云原生技术站的一个底层 第五是云原生工具集 在前面的这些核心技术点上 实际上还有一套配套的生态 或者周边的工具需要去使用 比如说流程自动化 配置管理 机箱仓库 安全以及密码管理 这些技术 都是云原生的这个概念的范畴所在 但最后也包括service service其实是一种PaaS的极端形态 它定义一种更极端的应用的编写的方式 所以它既包括了像FaaS这样的function 这样的概念 也包括了像BaaS 比如说我们数据库 其实也可以按照service方式 对外暴露服务 而这里面最典型的特点 无论是FaaS还是BaaS 它们都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 那就必然是需要Pay as you go 就按时机使用计费的 所以说呢 Service计费 也是Service这些概念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在了解了云原生的技术范畴之后 实际上你会看到 它内容还是很多的 但是 如果你就其本质 你会发现 这些内容 它的技术本质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来自于两个理论基础 第一个理论基础 叫做不可变基础设施 当前的一个主要实现的 就是通过容器进向的方式去实现 它意思是指了 我这个应用下面跑的这套基础设施 是不可变的 是一个完全自包含 自描述可以随时牵引的 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会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知识点 第二个理论基础 就是云应用编排理论 当前的主要实验方式 是Google提出来的容器设计模式 这也是我们后面 Kubernetes部分 会主要将解释的主要内容 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一下 不可变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应用下面 它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也在经历一个像语音眼镜的过程 我举个例子 在传统的应用技术设施里 它其实是可变的 因为我们会经常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发布 或者更新一个软件 那么我们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会先SSH到服务器上 然后手动升级或者降级软件包 并且在服务器上去逐个的调整配置文件 去做这样的事情 把所有代码都更新一遍 所以你会看到 应用它下面所看到的这个 基础设施这套服务器 本身是会不断地被我们调整修改 去改变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在云上 一个对云友好的应用技术设施 它是不可变的 比如我们的更新会这么做 一旦应用部署完成后 我们的技术设施就不会再修改了 而如果我要更新应用 我实际上是先去更改公共建案上面的一个新服务 去构建一个新的服务 然后用它来直接替换旧的服务 为什么我们能够做这样的替换呢 因为我们有容器 我们有一个自包含的预行环境 所以对于应用来说 它完全不需要关心我这个容器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只需要把这个容器镜像本身修改掉就可以了 所以在对云友好的应用技术设施里面 我们的技术设施是随时可以替换 随时可以更换 随时可以去把旧的删掉 把新的提起来 因为像容器这样的技术 就具有这样的敏捷 具有着一致性的这样的能力 所以在云时代的技术设施 我们认为它是可以替代的 可以被随时更换的 就像牲口一样 就我们只知道有多少个 我们不在乎每一个之间的 我们不在乎每一个之间的不同点 因为我们认为它们都是一致性的 可以替换的 而对于传统的应用技术设施来说 技术设施是独一无二的宠物 每一台服务器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逐个更新 而不能说我用一台服务器 把那台服务器替换掉 这在传统技术设施里是办不到的 所以大多情况下 大家会自建技术设施 而在云的时代 我们既然有了云这样一个公共的 对用户无关的技术设施能力 我们的应用技术设施也是一样的 它是可以随时被替换更新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不可变技术设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所以像这样的技术设施 向不可变去引进的过程 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 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点 第一个是技术设施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同样一个镜像 我在美国打开 在中国打开 在印度打开 都是一样的 并且它里面的OS对应用来说都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对应用来说 它并不关心我这个容器跑在哪里 这就是基础设施一致性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样的镜像本身 它是自包含的 它包含了我应用运行所需要的所有依赖 所以它可以漂移到整个云上面的任何一个位置 第二个则是简单可预测的部署和运为能力 由于我现在有了镜像我的应用是自描述的 然后我其实整个镜像起来之后的这个容器 我可以通过像Kubernetes的Operator技术 把它做成自运为的 所以整个应用本身 它都是一个自包含的一个行为 使得它可以随意的牵引到 语言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这也使得我们整个流程的自动化变得非常容易 我的应用本身可以更好的水平扩展 从一个实例变成100个实例变成1万个实例 对于我们这样的容器化后的应用来说 是没有任何区别 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通过不可变的技术设施 来快速的复制我周边的管控系统和支撑组件 因为它们本身也都是容器化的 也都是符合不可变技术设施理论的这样一套组件 这个就是技术设施不可变 给云带来的给用户带来的最佳的两个特点 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我们刚提到的这样的 云原生的关键技术点 或者说它的依赖的技术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大概四个方向 第一个如何去构建自包含可定制的应用镜像 第二个能不能去实现应用快速部署和需要的隔离能力 第三应用技术设施的创建和销毁的自动化管理 我们能不能做到 第四能不能提供一套可复制的管控系统和支撑组件 实际上这四个云原生关键技术点 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实现或者落地云原生这套体系 所必须的四个途径 而这四个技术点也是我们设计这边课的 17个知识点所依赖或者说参考的主要的核心思想 所以说它跟我们的17个知识点实际上是对应起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纲会这样去设计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了到这里我们本节课的所有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我接下来为大家先能总结一下 第一我们讲了云原生为什么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它是云时代技术人自我提升的必备路径 第二我们聊到了什么是云原生 我们讲明白了云原生其实是定了一条云时代应用从开发到交付的最佳路径 第一我们认为云时代的应用是生在云上长在云上 我们希望能够把云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第三这条最佳路径上所需要的核心技术点 就是本次公开课主要的讲述内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学习和领会这些思想 好的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学习我们的云原生技术公开课 再见